剧原第一 剧就是剧如或者具备 原因就是条件 那我们在修行止关当中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就像我们学开车 首先要有车吧 更重要我们人的手脚眼灵敏 这就是最基本的条件 那么智者大师在修行止关的时候 把戒作为第一个重要条件 其实不关是智者大师 整个佛教的修行 都是以戒定会 而且戒为少要条件 那么一几条戒 很多人就想到清规啊 戒例啊 这些太繁琐和麻烦的这些规矩 那么多 携不了 难免会感到做不到 那么其实呢 这是一个 那么戒例 那么戒例 其实有很多种 有出家人的戒例 还有我们 在家居士的戒例 有比丘 比丘宁 优婆舍 优婆乙的戒例 讲到 只观禅修的 普通的大众 我们基本 要遵守五条件 就可以了 第一是不杀生 第二 不逃到 不携赢 不万语 不饮酒 这个出家界和在家界的区别 就好比我们 专业的运动员和 业业爱好的运动员一样 那专业运动员 他必须要 介绍严格的专业训练 规矩当然就多 从早到晚 一年到头 海内海外的训练 那么业业运动员呢 就会根据自己的生活 和工作的需要 时间上 空间上 进行调整 那么从概率上讲呢 那么专业运动员 他的成绩 可能成就 就会高一些 那么当然 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 这个法无定法 那么非常多的 我们居家 修行止观的人 居家 学习佛法的人 成就到非常非常之高 历史上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例子 最终最终的目的 是要发现 我们自己身心的实相 无我 无常苦空的实相 那么这个事实 我们每个人内在 本质既族 本来每个人就具备了 他不分民族 国籍 文化 教育背景 贫富 乃至 出家和在家 那么出家人 除了自己修行 戒定会三邪 还有他的一个 很重要的责任是 传持佛法 那我们在家人呢 就要安心 扫好五戒 那么就能够 确保我们 直观修行 具体的五戒 是什么 我们下一讲 再来 谈谈 不杀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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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